男子站在商场走到 朝九楼下疯狂洒东西 他丢的可不是广告传单 而是白花花的纸巢 自从俄乌战争开打 俄罗斯遭受西方制裁 导致卢布持续大贬 对美元贬值50% 犹如废纸 有俄罗斯媒体分享这段 俄罗斯男子绝望到把钱当废纸 在商场大撒币的影片 马上引发讨论 然而西方国家寄出铁碗制裁 不只冲击俄罗斯 也连带经济内伤 一个礼拜的油钱 就比以往足足多出100美元 纽约这名小黄司机 家里还有三个小孩要养 本周美国总统拜登 宣布禁止进口俄罗斯汽油 煤炭等能源 占美国能源供给的8% 美国平均油价更可能涨到 每家人超过5块美元 来到美西大城洛杉矶 如今油价每家人更飙迫5美元 美国总统拜登虽然宣布 释放三千万桶除油 来舒缓飙升油价 但全球每天用掉一亿桶石油 缓不济及 真的能够制止俄罗斯吗 民众看法两极 但不认如何 俄乌战士只要一天不划下据点 美国的运匠们恐怕也只能 被迫供体时间 在地新闻 陈环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